王一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毛小慧 我觉得这件衣服不单单是柔美的 而且它还有一些现在一些女性的特色 就是有刚的 就是刚柔并济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而且这件衣服它的灵感是来源于 以前庄子的逍遥游 然后是北明有余 所以它叫北明 它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云海 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就不同的光下面它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会阔光灵灵的非常好看 然后其实我也是为了这件衣服 我也是瘦了很多 也是希望说 因为这个衣服的剪裁和它的线条体现 都是我们东方女性的美 所以我希望我能展现的很好 我一定要说一下就是这件衣服的材质 因为它用到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材质叫肖 我觉得我可以参加熊老师的这场秀 也是可能是认为 古风它一直都是一种传承 也是希望让更多年轻人 也更多的国外的人可以了解到 我们中国的时装 我们中国的高定 所以可以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 我刚刚看到一个短发的姐姐 然后她穿了一件衣服 是有点点那种西装 然后是波浪 就是蓝色的 那个非常有气场 不单单就是她露出了 就是模特姐姐的那个大长腿 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曲线 就是这种感觉就会特别的不一样 跟外面的那些我觉得都很不一样 其实在拍摄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直要穿着那个防护服嘛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肢体表现 都需要比平时拍戏的时候要大 然后呢我身为一个护士长 因为我现在是95后 然后我还没有到30岁 其实一般来说 护士长都是30岁以上 那对于我来说 我需要的是控制我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稳重 然后我又需要就是 在戏中我一直都说 我曾经一直都讲 我希望我可以演一名母亲 但是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现在这个年龄不太行 但是呢对于我来说 现在在那个戏中 我好像就演了一次妈妈 因为我要照顾被隔离的小孩 我就会跟她说 我像母亲一样拍拍你 然后安抚你入睡 我觉得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 包括其实当时拍不太清楚我的脸 但是我当时是一直有在哭 然后也是一直在忍着 还是很感动 也非常感谢当时的那些抗议英雄们 让我们现在国庆可以出来玩啊 什么的 还好了 但是东哥是我的男神 也是我妈妈的 就是我妈妈是他的粉丝 然后我觉得能跟他合作 好像是圆了一次自己的梦 好像也圆了一次我妈妈的梦 我会用冷水好好地洗一下自己的脸 让自己清醒一下 但是因为来这件 虽然我昨天是有比较 因为紧张 然后睡不着觉 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 精神状态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很激动 我很开心 我觉得 我想要选 就是我自己这套 我刚拍照的时候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古风载桃公主 大家现在一直都在说的是 载桃公主是迪士尼的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是公主